转程大众运输或短程代步 许多民众会租借共享机车 新武线现在有300辆的Golshare 4月到现在 骑车次数是超过了2.7万次 每车每天的周转率3.5次 而从7月10号开始 Iran将加入200台 范围扩大到竹北火车站 随接随环的共享机车 让民众行动变得更加便利 Golshare在大新竹地区 设置300辆电动机车后 7月10号Iran也要加入 从目前的整个观察的过程 发现即使整个第一期 就是Golshare在营运的状况 有300辆的部分 那透过一些数据给我们回报 是说周转率大约是3.5辆 就是那一辆车子 一天会被借到3到4次的这个部分 那运行的距离大概是 平均大概20公里的距离 4月上路的300辆Golshare 范围涵盖高铁站 竹北远百竹科以及新竹市区 统计到目前 骑车次数超过2.7万次 每车每天平均周转率3.5次 平均使用约20分钟 7月10号开始 第二家共享机车有200台加入 范围除了竹北东区 也新增中山高以西 县镇区与竹北火车站周边 民众认为共享车变多 租车更容易 不用开车出门很方便 我觉得如果共享机车越来越多的话 是蛮方便 因为有时候要去那种 算走路会很累的地方的话 那其实共享机车其实就 不用像夏天这么热晒太阳 走个10 20分钟这种 未来当然我们希望这个共享运剧 如果营运可以做得起来的话 我们希望业者也可以扩大营运的范围 跟投入更多的这个机车的数量 电动机车数量 也就是希望有使用的需求 也不一定要自己去买 买那个摩托车 就直接透过共享的这个方式来移动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逐步推广到其他乡镇 比如到新峰湖口到竹东等等 租车前完成身份和驾照认证 透过APP就能找到空车 未来500辆共享机车 方便民众短程待步 也强化竹北东西区 遭通生活机能